在欧洲人的新闻里面上周五 乌克兰夺回了关键大臣就是赫尔松 他们进去的时候已经没水没电 所有的物资都空了 但是赫尔松民众冲到街上庆祝 高飞被欢迎祖国的士兵 这是俄军继乌克兰首都基辅 乌东哈尔科夫第三个败退的重要战略城市 而乌克兰官方开始清理赫尔松 必须要清除俄军埋下的电雷炸药 同时要努力恢复市政运作 拉起长长的黄澜国旗 口中高喊感谢荣光归英雄 在俄罗斯撤军乌克兰南部大城赫尔松后 上空交火的炮声和寒风 无外居民走上街头 欢迎乌克兰军收复家园 现场充满欢喜的泪水 拥抱亲吻跳舞 因为这是俄罗斯入侵八个月来 他们第一天的自由日 下来 我们的守护家园 我们今天在独立 这不可能 直接承识 哈尔松市居民欢欣鼓舞 上街摇旗呐喊开车鸣笛 也有民众爬上市中心的大楼插上国旗 也有人双手捧花树献给乌克兰士兵 乌克兰士兵被老百姓视为战胜英雄 在这里他们几乎与世隔绝 没有网路没有水没有电 但他们说好在也没有俄罗斯人了 乌克兰 总统泽伦斯基表示 调查人员在赫尔松地区 已经发现400多起俄罗斯战争罪信 也找到军人和平民遗体 泽伦斯基也在周一突访 赫尔松感谢乌军和北约盟友支持 目前当地已稳定226个村落 警察连同公共广播电市都返回 赫尔松影响超过10万市民 不过解放后的现实是残酷的 赫尔松市长说人道状况严峻 因为俄军把城市基础设施破坏殆尽 包括欧洲最大养鸡场 医疗资源也全被搜刮一空 水电药物和粮食什么都缺 部分设施甚至可能被埋了地雷 非盈利组织世界中央厨房的志工们 周日抵达当地 发送600份麦片 意大利面罐头食物等 为了连上网路卫星 当地居民纷纷到市中心广场划手机 当地政府为了安全 决定傍晚5点到早晨8点 实时宵禁 乌克兰官方也加快排雷作业 43公顷的领土和200公里长的道路 已拆除2000个爆炸物 俄罗斯国防部说 俄军所有部队和装备 都已转到涅薄河东岸 未留下一兵一卒 其中连接赫尔松市和俄军 控制领土的安东诺夫斯基大桥 也被拍到已经断裂 乌军直指俄方撤军混乱 在通往赫尔松沿途 发现数十辆被弃制的军用车辆 目前气势正盛的乌军 接下来可能指导赫尔松市东边的卡科夫卡区 当地俄国扶植的政府官员 宣布撤离人员 英国国防大臣华勒斯则警告 克里姆林宫会担忧失掉赫尔松 但外界绝不要低估莫斯科 请新闻综合报道 最新画面拜习会双方握手时间长达9秒 国防大臣华勒斯科